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is 上一條影片帶大家由德國駕駛了五個半小時車 去到紫克的Carlovivari 試了當地出名的溫泉水 喝完有沒有健康了我就不知道 在我腦海中的印象就只記得那種濃濃的鐵秀味 今天我們要繼續我們的旅程 吃完酒店的早餐 我們就要出發去下一站布拉格 昨晚我們在Carsberg住了一晚之後 現在我們就要出發去布拉格 要差一個小時40分鐘左右 今天超好天 提提大家紫克的高速公路是要收費的 但其實他們在高速公路上是沒有收費停的 大家必須要去他們官方的網站購買一張Highway Pass 分別有10天、30天和一年的選擇 當你選擇購買之後 就可以填上自己的車的資料 車的登記國家、車牌、Highway Pass開始使用日期 以及選擇一個有效期 我們來玩幾天就是買10天這張Pass 大概是12歐左右 然後填上電郵和用信用卡付錢 就完成了 沿著高速公路我們都看到很多啤酒花田 因為紫克有啤酒王國之稱 當然要種很多啤酒花才能供應到國民的需求 布拉格主要可以劃分為四個區域 分別有城堡區、小城區、猶太區和舊城區 我們今次住的酒店就是猶太區 那就帶大家由猶太區開始玩笑 眼前這一座就是古今教堂 始建於13世紀 而在古今教堂旁邊的建築物上 你會看到有兩個時鐘 一個是歐洲的標準鐘 另一個是猶太鐘 這個鐘不單是用希伯來文來做標記 聽說還是反方向走 在猶太區裡還有全歐洲最有名的猶太古墓園 這個墓園有多特別呢? 因為它面積小小 但據目前估計 裡面已經有12000個墓碑 可能多達10萬人埋葬在這個地方 因為根據猶太人的風俗 他們是不可以破壞先人墓地 更加不可以搬走墓碑 所以他們就會把墓月分成多層安裝 據稱這個墓地已經有12層深 另一個推薦大家去看的就是煉金術博物館 2002年布拉格斯遭受嚴重的水災 在清理的過程當中發現到 這間屋的地牢竟然隱藏著一個煉金實驗室 在當時這個煉金術實驗室的店面 偽裝成一間普通的草藥店 但其實地底是隱藏著很多煉金術師為國王做研究的 職員通過一個像哈利波特場景的機關 打開了門之後 就帶我們到地牢去一探究竟 這個煉金實驗室還保留著很多當時的設備 甚至有地下隧道連接布拉格斯三個重要的地點 有市政廳、軍營和城堡 在幾百年前 大家都把煉金術包裝成為奇幻的魔法 但現在看回頭 其實它是科學和化學的基礎 黃昏的時間 由猶太區沿著 捷克武親之河 福爾他雅河 向舊城區漫步 就可以遠挑到布拉格城堡 都不失為一個欣賞城堡的好角度 來到舊城區 布拉格最熱門的景點就是舊城廣場 由哥德式教堂到新文藝復興建築 巴洛克風格都可以在舊城廣場見到 眼前的提恩教堂 因為它有兩個黑色尖塔建築 令到它有魔鬼教堂之稱 就好像童話世界裡的魔鬼城堡 來旅行當然要滿足女人的購物獄 推介大家最黑的本土品牌Botanicus 標榜天然、純手工 裡面全部都是手工茄、精油、各種保養品等等 由提恩教堂旁邊的巷子走進去 就會看到布拉格的總點 布拉格由伯塔之都之稱 在舊城廣場上 除了提恩教堂的兩座高塔引人注目之外 我們都會看到舊市政廳這座哥德式高塔 舊城廣場在11至12世紀 是中歐貿易重要的市集之一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廣場周圍 很多歐洲富商在這裡興建的豪宅 剛剛提到的舊市政廳 南面牆身上面 就有註號稱全世界最漂亮的鐘 布拉格天文鐘 這個中世紀的天文鐘是1410年建立的 採用當年地球中心說原理設計 上面的鐘一連行一個圈 下面的就是一日行一個圈 據稱這個時鐘可以準確模擬 地球太陽月亮之間的方位 每天早上9點至晚上9點 踏12都會有機械人偶表演 大家可以看到有超多遊客 甚至有傳媒在等著踏12天文鐘的表演 來布拉格自由行 我個人認為不需要買交通車票 因為四個景點區之間的距離 其實都不算很遠 真的要走的話 最多20分鐘就會走到 而且我個人認為用步行的方式去探索一個城市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無意走入一些小巷 發掘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風景 經過了購物街之後 我就被這個半圓形的壁畫吸引了 這座紅衛的建築是布拉格市民會館 同時亦是音樂廳 而在1918年10月28日 亦是捷克斯洛佛克宣布獨立的地點 而旁邊就是建於1475年的火藥塔 它是布拉格舊城13座城門之一 但隨著城市的增長 這座舊城門的重要性降低 所以去到17世紀 它就被用來儲存火藥 而得以命名 另一個推薦大家一定要去的地方 就是Clementinum克萊門特學院 現在是捷克國家圖書館 裡面的巴洛克圖書館大廳 被譽為世界最美圖書館之一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 至1700年 這個圖書館上的細節和裝飾 就再沒進行過翻身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這麼美的景象 是由當年一直保存到現在的 要參觀巴洛克圖書館大廳 就必須要參加他們的導覽團 除了看這個巴洛克圖書館大廳之外 它的導覽團都包括參觀他們的子午廳 和天文塔 上到天文塔的頂端 可以一覽布拉格城市的全貌 這裡除了可以看到提影教堂 和遠挑布拉格城堡之外 還可以看到舊城區密密麻麻的屋磚 紅色的屋頂 就像童話故事書 看出去的風景一樣 要前往城堡區 多數遊客都會通過 連接舊城區和城堡區的查理大橋 橋的兩端有三座橋塔 而在老城區這一端的橋塔 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令人驚訝的 世俗哥德式建築之一 查理大橋是布拉格人 在福爾他雅河建立的第一座橋樑 建於1357年 距離現在已經有660多年的歷史 更加是東歐最古老和最具藝術價值的石橋 整座橋總共有16個拱門橋等 全長520米 在以前查理大橋更加是歷代國王 加冕遊行的必經之路 查理大橋上面 連有30磚出自17-18世紀 折克巴洛克藝術大師的基督教聖者雕像 但其實大部分的雕像都是複製品 真品已經被保存在博物館之內 大家可以看到這座雕像 下面的浮雕 叫波希米亞聖女 被遊客已經摸到脫光 因為據說摸一摸就可以祈求得到聖靈的祝福 上來城堡區的山幽 就可以一覽全布拉格士的風景 推薦大家的思心好去處 就可以拍到一張漂亮的網尾照 就是城堡旁邊的一間美式咖啡連鎖店 大家都知道歐洲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冷氣 我們夏天流流 從猶太區一路走到城堡 真是身水身寒 買杯咖啡坐下來享受 除了有冷氣 還可以一覽布拉格的景色 我個人十分推介 布拉格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 佔地約7萬平方米 整個區域由大型的宮殿和佛誇的教堂組成 但我和我老公其實都不是一個喜歡看城堡、看博物館的人 所以我們到此一遊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進去看看 小城區就在城堡的下方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觀光景點 但裡面其實存在著一個在這個旅程我最想來的地方 1980年開始 布拉格人就在這面牆上塗鴉 宣揚反戰和平的信息 直到1988年 整個布拉格市都在反對共產主義的勢力 甚至發生了一次大型衝突 當時的政府其實是想將這幅牆覆蓋 但每次找人來清理之後 第二天就會見到很多新的塗鴉 其後政府就再沒有嘗試去禁止塗鴉 直到現時 牆身上都是充滿追求和平 言論自由的一些標語 在小城區這一邊沿著福爾他亞 航漫步的話 都是欣賞布拉格另一個好的角度 在布拉格15個必去的景點就推介了給大家了 現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布拉格吃過的美食 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煙通肉桂卷 它是把麵包卷在鐵棍用炭火烤 上面稍上糖粉 你可以根據個人喜好 裡面可以擠軟雪糕cream 配不同的水果 是折黑人的local小食 你去到布拉格 基本上全街都會見到的了 另外他們很出名的就是Gunash 空牙利牛肉湯 會把整個麵包滑空 裡面裝了湯這樣serve給你的 我們那個實在太肚餓了 既然吃完忘了拍照 另一間私心推薦的餐廳 就是一間牛扒餐廳 其實這間餐廳 我們在香港、泰國、越南 都已經是無數無數次吃的 所以這次來到紫克 知道他們有分店 連續去了兩天 吃了一次午飯 以及吃了一個晚餐 這個是我自己的私心推薦 另一間推薦給大家 就是一間肉店 其實我們都是經過門口 看到很多人排隊 第二天才決定去試試 他們有賣新鮮的豬肉、牛肉 都有一個餐牌 告訴你 你只要現場店 他們會幫你即叫即正 我們分別點了 漢堡扒三文治 以及一條香腸 超好吃 價錢又超便宜 當然來到紫克這個啤酒王國 都一定要試試他們的啤酒 布拉格我們就玩完了 下一條影片 帶大家一起去Teresian 特雷津 這個在納粹時代的猶太隔離區集中營 一起去看看